在美其林的最新地圖當中 其實臺北臺州米其林指南 二零二一公佈得獎名單一出爐 臺州一個五家餐廳獲選 那麼其中看到瑟這間餐廳 他們首次拆架一新 而主廚非常年輕 餐廳主廚只有三十歲 也拿下美其林年輕主廚大獎 接下來獲獎的餐廳是 臺北臺中米其林指南二零二一 公佈完整摘新名單 在臺中摘下二星獎項的是 JL Studio 一行則有顏之華 Fortrata 安達的肉物 以及新入榜的Sir 主廚林一華同時也獲得 年輕主廚大獎 主廚林一華今年才三十歲 曾在樂目與RAW餐廳历练 他和同學合夥創業能得獎 他覺得並非靠運氣 其實每道料理背後都有滿多的概念 環環相扣扣起來包含食材的組合 那有可能是我童年的回憶或是我看到什麼時事新聞 或是一些風景都有可能成為料理的概念 用現代料理技術重新詮釋媽媽們常用的食材和烹飪習慣 把平常味道詮釋得更加優雅 同時加入童年回憶的元素 台中去年入榜的新集餐廳今年都順利蠶連 但安達的肉物去年摘新後 餐廳因租約問題搬遷 新店面今年三月重新開幕 也算新入榜 店裡的擺設還有環境基本上跟之前一樣 但是我們換了新裝 有點像是從男孩變成男人的感覺 今年我們又再次入選米其林台中台北指南的一心殊榮 謝謝大家的支持 五月以來歷經暫停營業外帶肉品 再推出燒肉餐盒恢復內用 最近更首度推出頂級中秋烤肉食材 安達的肉物疫情下謀生存更延續了一心殊榮 記者中部這麼報導